听到他公布的时候很震惊 就是有点反转的感觉 我们的目标就是进代表队 然后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看你可不可以再继续争取更好的名字 我们的动机是希望能够培养年轻人 让年轻人更提早一步 知道整个职场上头 该怎么样去掌握他们的方向 当自己觉得很累的时候 看到旁边的人都还在坚持下去 就让你觉得不能放弃 当你看到学生日游静静 而且呢 当你觉得骄傲 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比我料想的更让人欣慰 其实我们的计划书完全大改 但这样的成果是好的 我没有信心 我们这次如果在修改之后 也会更不一样 如果想要认识更多的优秀学生 又或者学生们想要更体验 企业在社会环境上的竞争 6月24号 欢迎你们来现场 6月24号成果舞台 由我们主宅 5月26号成果 6月29号成果 6月26号成果